好我们这期继续讲奥特Q 这期的故事开始在富士山附近 江五川尤里子和护川一平 最近在调查富士山附近的环境 远就附近的河道和湖泊水分升高 涉泽洞穴 深处的万年寻冰也开始融化 虽然在外面看富士山没有任何异常 但是尤里子非常相信自己的第六感 两人来到了富士山火山研究所 实际上这里的研究员也很担心 虽然富士山表面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富士山火山带的情况并不好 南面的海底一直有不断的火山逐渐喷发 如果持续向北就危险了 说着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原来是一些孩子 在制作是非微型火箭的实验 话说回来那个年代 日本孩子的玩具就这么硬核了吗 从他们的反应来看 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失败了 研究员以及一平和尤里子也找来了这里 批评孩子不该做这么危险的游戏 不过孩子们因为爆炸声出现了耳鸣 听不到就是了 这时一个骑士自行车的大叔赶来 孩子们看到这个大叔立刻掏走了 看来没少爱批评 这个警官叫做恒山 同样怀疑富士山会爆发 但是大家都不相信就是了 这时他们聊到了一个叫小五的少年 因为他们都怀疑火山会喷发 而且小五又有泰山的称号 经常在森林中活动 研究员希望恒山能够通知小五 火山喷发的事情 不过因为恒山经常出现了关系 村子的大家只当他开玩笑 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通知到小五 尤里子和一平对小五和泰山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 尤里子去找小五的姐姐了解情况 得知森林中发现的孩子 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小五 不过根据小五姐姐说 在小五四岁一家人去森林游玩时 小五追忽天后走失 按年龄来讲 是小五的可能性很大 胡川一平随着恒山以及孩子们 去森林中寻找小五 据恒山所说 当初第一次见到小五的时候 是一些猎人猎杀一只熊返回的路上 小五将猎人拦下 很简单的全部揍趴下 最后扛着熊的尸体 哭着离开了 说话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小五 小五看见人们立刻逃跑 恒山也立刻追了上去 小五跑到一个瀑布前面 失去了踪迹 正当恒山来到这里的时候 地面突然晃动 水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岩石 更奇怪的是 这个岩石居然飞了起来 掉在了路上 这个事情已经报道 在全国掀起了热议 为了想做投桥 公司派出了万城梦纯 出来支援 来保障机动性 在奇怪的岩石这边 一个小队正要进行爆破作业 负责开关的队员 因为看小孩吹泡泡而按早了开关 导致自己的队员差点出了意外 人们将碎石一块 用卡车运到了一片空地上 夜晚在三分钟 休息的小五被生烟吵醒 顺着生烟来到了那片 存放石块的空地 却发现那些碎石 围绕着一个闪光的核心 组成了一个怪物 还生出了眼睛和四肢 岩石怪兽 格鲁格斯 身长40米 体重10万吨 能够喷射出高温蒸气 并且如果没有破坏核心 就不会死 本身的体重 也可以利用造成很大的伤害 小五在逃走的路上 不慎被压住了腿 四日因为小五的姐姐 很担心弟弟的安全 不管最后是不是自己的弟弟 他们都决定去森林中搜寻 在森林中 他们发现了格鲁格斯 而恒山警官也找到了小五 尽管怪兽朝着这边走来 恒山也没有丢下小五 尽全力将树抬了起来 小五趁机将腿抽出 最后两人一起逃跑 其中两人逃到了一个山洞中 但是因为格鲁格斯的原因 一颗巨石掉在了门口 两人被困死在山洞里 在恒山整理自己的随身物品 想要想办法离开的时候 小五已经靠着自己的力量 推开了巨石 这力量就相当厉害了 恒山想要劝小五立刻逃走 不过小五朝着自己姐姐那边 跑了过去 等大家都集合的时候 小五拿走了恒山的手枪 打算和格鲁格斯单天 直接爬上了格鲁格斯的背部 话说格鲁格斯的弱点 不埋藏在体内 而暴露在外面也是如远 这时富士山开始频发 山顶上的后血已经融化 造成了雪崩 格鲁格斯站了起来 想靠摩擦背部 把小五甩开 但是最终小五成功 把格鲁格斯的核心挖了出来 并且用手枪将它消灭 小五和自己的姐姐终于冲逢 再次回到了人类社会 不过剪完头发后的小五 感觉不如原先的帅气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本期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